四大瑕疵清清楚楚 第一 直接宣讀條文 完全沒有逐條討論 第二項瑕疵 完全沒有停止討論 就直接處理條文 宣讀快轉三分鐘通過 第三 當天的不複裔表決 陳玉珍只有唱名了六位國民黨委員的姓名 請問17位在場 六位可以通過嗎 最後一項有關今天的會議議事錄 完全沒有登載我剛剛向大家報告的所有程序 這種議事錄當然沒有辦法確認 所以我們再次強調 《才華法》上週的會議是一場鬧劇 議事錄無法確認 會議無效 交由韓院長來共商後續的處置方式 請問17位 請問17位 請問17位